选择除料 产生第一个孔 第二个孔的时候 我们要镜像特征 把这个孔镜像到这边来 那怎么做 镜像我们需要一个平面去镜像 所以我们要 第一个 先恢复成 现框模式 然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边 这边有个基准面 或是按右键 插入基准面 这两个都可以用 那按右键可能比较快 这边 它自动锁在这个原处的中心的位置 点它 确定 确定之后 这时候呢 你的镜像特征 就可以选择 放大一点 我要镜像这个孔 这个特征 选择我这个平面 然后要用复制的方式过去 这产生了第二个孔的特征 这也是一个方法 或是说你知道说这两个孔的距离多少那你也可以预先在草坪那边就先画好这样也可以 两种方式都可以用 这边我把改个颜色 确定 一切 确定 从 tech 有 存档 好